台南市議長邱莉莉 一早帶領議員們行春開工團敗 開議第一天邱莉莉好心情藏不住 但議長會選一雲還沒有落幕 我跟林智長副議長再三強調 也深信公正的施法調查 才能夠讓台南市議會 這個正副議長選舉 能夠還給我跟林智長 副議長一個清白的名譽 黑金爭議燒不停 從年前燒到年後 宣誓要反黑金的民進黨黨主席 賴清德也要出手了 一日將主持上任後 第一次的終職會 首要目標就是瞄準台南本命區開閘 傳出將針對涉入會選案的議長邱莉莉 副議長林智展 將移送中評會做出庭權處分 到底誰對黨是最忠誠的 我相信賴清德主席 心裡非常的清楚 議長代表強調 推動改革 民進黨喊話 任何違反黨紀案件 用最嚴格的標準檢驗 那一切都要尊重 因為中職會是合議制 所以要尊重所有的中職會的意見 劃清德 怎麼爭光為國 暫時停前處理在林智展 我感覺這都是平共 不就改變黑金市政府 只是重整氣固能不能挽回民心 還有待觀察 華語新聞成員為五名業高齡警 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呼籲 這邊 Whit gust地 小鈴鐺